只能腿这样的就是分开分很开的这样走 然后雪都已经顺着裤子往下流了等 赶紧去那个卫生间一看 下面好多雪 九五后美女玩往红趴趴墙的游戏 却导致下身撕裂缝了时针 刘女士回想起当天的情景 都感觉痛不欲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前段时间刘女士和男友去游乐场游玩 碰巧看到新进了许多新设备 其中一个叫趴趴墙 玩这个项目的人都要穿上一种特制的服装 在蹦床上跳一下 就能沾到墙上了 这个游戏在网上非常火 刘女士看到后就打算体验一下 因为是第一次玩 刘女士的男友还准备打开手机 给她拍个视频 结果相机还没打开 刘女士就下来了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疼 原来当时刘女士站在蹦床上 就尝试着蹦了一下 也就蹦了30厘米高 就被沾到了墙上 顿时刘女士的下身 就感到了钻心的疼痛 刘女士赶紧离开了场地 到卫生间脱下了服装 才发现下身已经流了很多血 此时的刘女士 因为撕心裂肺的疼痛 只能两腿分开地走 每走一步 血就不停地流下来 男友看到后心疼不已 第一时间找到了工作人员 他们态度非常的积极 立马开车把刘女士送到医院 因为情况紧急 还专门到了大医院进行缝合 一共缝了十针 挺严重的 缝了多少 缝了差不多将近十针 有三处撕裂 负责人当时说是因为星期六 他们的财务这些东西 没办法拨钱 你们就先电吧 说星期一再说 我们说也可以 美女为了玩网红 啪啪墙的游戏 结果导致下身撕裂 游乐场的工作人员 带刘女士去医院缝了十针 医生说这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下身共有三处撕裂 因为当时是周六 游乐场的工作人员说 没办法拨款 就让刘女士和男友 先垫付一下医疗费 等周一的时候会给一个答复 之后原区方的领导 也专门来医院 看望刘女士顺便协商一下赔偿的事宜 因为情况特殊 加上伤情严重 所以刘女士提出要20万元的赔偿 包括了医疗费和物工费 以及精神损失费 另外事故的原因 就是因为衣服材料问题 材质非常的硬 就像塑料袋 游客粘在墙上往下沉 服装当部的缝合处就像一根线 直接撕裂了下身 刘女士还特意在网上观察了别人的服装 发现别人的衣服都在当部进行了改良 而这家场地的服装就是不合理的 可是几天下来 关于赔偿的问题 由乐场负责人之字未提 于是刘女士叫来了记者一同前往 确实是你这个情况 真的是第一次碰到 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第一个是衣服方面 第二个是有能够失败 他能够失败的一些 清除一些 负责人表示 因为这个项目是刚引进的 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而且旁边还设置了警示牌 规定了不允许老人 小孩 以及身体不适的人游玩 以后他们也会引以为戒 把警告牌写得更加详细一些 之后也联系了衣服厂家 把所有衣服都进行回收 负责人还表示 对于刘女士的医药费和物工费 他们会进行赔偿 但是接近20万的精神损失费 他觉得刘女士并不值这个钱 具体金额还需要协商 刘女士也只好答应 并要求尽快商量出赔偿方案 毕竟这种事情 直接关乎到刘女士下半生的幸福 小编认为赔偿20万也合情合理 他也看到这件事是怎样认为的呢 欢迎评论区一起探讨